请你保密 允班 请你保密 所以 她帮了个女大款 怀疑 收集给我 你要干吗 我要找这个陈真好好理解 不行不行 思雨 我知道你为我好 但是可千万不能跟她说 我不想跟这个人造任何瓜葛 现在不是你跟她的瓜葛 是我跟她的瓜葛 我倒要问问她 究竟是什么 比二十年的感情还要重要 我更要问问她 到底有没有良心 要收集给我 不给 给我 不给 你给我 思雨你别闹了 给我 不 给我 你别闹了 思雨 你快点拦着你 还行 尤雲 你别闹了 你不能给陈哲打电话 我跟她已经分手了 而且这件事情 我就不想追究下去了 妹呀 都这样了 你还护着她呢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心里还喜欢着她 还想给她留最后一丝严密 又或者说 你心里存有一丝侥幸 你根本就不想戳破她 是 我承认 可是二十年的感情 不是我说想忘就想忘的 妹呀 你 欧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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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好呢 今天林妹呀 帮我解决了一个 工作上的大难题 本来今晚我要请她吃饭了 既然如此 我今天就跟你最好姐妹 徐思雨 把你心结给你彻底缠住 就当是老板对员工的奖励 我说你们两个人 怎么喝了酒比我还疯啊 除了两年前 被双方父母逼着吃了一顿饭 在我印象中 好像我们两个 就没有在一起 单独吃过一顿饭了 每次都是约着一块出门 然后再约好时间一起回家 各回各家 表面看着是约会 实际上是各忙各的 李总这是要干吗呀 突然间联系我 又给我买饭 你不会是两年之后 终于顿悟了 打算开始追我了吧 我跟上司去昨天时 说你面试试 你管怎么派在一起 怎么在一起 还没什么 唯一 这就是这种 忍不黏 你最好 你只好 乱意 看出来 你看手 的 是拒绝 我在你面前啊 也就是小巫见大巫吧 那我终于知道 你为什么看不上我了 你可别一推六二五的 说得跟你看得上我似的 那就为我们的 互相看不上 我还有一个手机 每天都是广告 不用管的 再来一杯 加一点吗 问题不错 再来一杯 不接 继续打 好嘞 好 喂 陈哲 我是徐自语 我要找你谈谈 什么 手机从楼上掉下去了 华安同志 您是哪个小区的 好嘞 我知道了 那手机您先收着 到时候我让手机的主人 找您拿 哎 好 谢谢您 这父亲还竟然把手机 从楼上给扔下去了 他神经病吧 不行 我今儿必须要找他 好好谈谈 妹呀 你知道具体地址吧 不知道 方华国际B组 一七零一 欧阳 你们两个不是真的要去找陈哲吧 子伯 别碰 你们俩 你怎么还真去啊 哎哎哎 我们去吃东西呢 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